今天啊 起了一个大早 特意从小卖部老板手里面买了一套 刺客567的金蛋 老板跟我说啊 只赚不亏 里面不仅有现金 而且还有刺客567里面的武器玩具 只赚不亏啊 小伙伴们 我一听这个词 立马就买了 150块钱 独四十个 怎么着也能裁出来200块钱嘛 要依此这么累推 我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呀 搞不好我也能开一家 小卖部了 来 咱们 杂金蛋专用奖票 这有什么用 就是普通的纸片啊 这里还有个小锤子 礼包现金奖 全都是气球 没有现金啊 这这这这这 又骗我 原来中间还有漏空的 那这要数下来才只有几个呀 246 12个 怎么比我们刚才多出来两个 算了算了算了 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杂金蛋 你看这个金蛋上面 还有刺客567的头像 不过这个也太丑了吧 好了 我们随便来先敲一个 中间的这个 就你了 还挺硬 这锤子不行啊 哎呀终于敲碎了 我看到了 一块钱 里面还有东西还有东西 金色的霸王枪 开头比较顺利 回本一块钱 这个锤子实在不抗用啊 换我们的浩天锤 这样我就不信一锤子解决不了它 随便敲 鸡蛋壳还挺硬 我浩天锤都整不了它 一次性给它开几颗 要玩一颗一颗的开 没有这个耐心啊 这个 又来一块钱 正色这是什么东西 哎呀 原来是吃个567 这太吵了吧 扔掉 下一个 哎 这是金色的什么 这把金色的剑是谁的 没印象啊 又来一块钱 这也是一块钱 还有一个 这什么武器 也是金色的 像一把大砍刀 也像一个扇子 这什么武器 这也是一块钱 还有个金色的大砍刀 这个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次性就破了五颗 哎 又来一块钱 怎么都是一块钱啊 有点坑我啊 这个废标是谁的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两边还挺对称的 这是不是吃个567里面出现的武器啊 一点都不认识 刚开场赚了六块钱 没有见到大点的 接下来我们再砸哪个呢 砸它 哎呀 一下子四个 都是一块钱 然后武器文科 也是一把大宝剑 毛笔啊 哎 这不是语字播般的吗 上面还真有一个字 小 哎 我现在回想起来了 我们之前看到这些武器啊 都是活影里面的 这里写了一个忍字 这也是 说好的刺客567呢 怎么变成活影忍者了 这老板又骗我 再多找几个试试 里面还有四个 哎呀哎呀 五块钱 五块钱留不得了 最大的了 从前为止 一块钱 一块钱 又一块钱 又来一个粉色的567 这不就是忍者七人众里面的刀吧 哎 拆了一个假的567啊 伤心 这个是鬼胶的脚肌 看错了 原来这粉色的里面 也不只是567吗 虽然都是粉色 但属于不同的人物 一点都不像刺客567 哎 错了 这里还有完整的六个 抽了它 又来一颗五块钱 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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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不知名的剑 又来一把 脚肌 不认识 也不认识 接下来这六个 一次性全部爆破 五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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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芭蕉上 七人众大卡刀 苦 苦 不知名的粉色娃娃 虽然武器是假的 但是钱 确实是真的 起码还是有现金的 主播数额比较小 目前最大的也就是五块钱 看能不能找到比五块钱更大的 这八个一次性 五块钱 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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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块钱 又来三个粉色娃娃 臭 又来一把刀 不认识 这是谁的 我也不认识 这里还要一块钱 鬼嚼的 这是谁的 不认识 现在基本上这一圈都已经阵亡了 目前仅全八颗蛋 先把这边的队磕解决了 五块钱 一块钱 不知名的大宝剑 这个苦 看起来很酷 谁用过的 不知道 只剩最后的六个了 看来要赔了 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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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钱 诶 这是什么 找到了一个手链 这也太假了吧 不要跟我说这是玉的 唯一找到一个不同点的 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手链 尴尬 苦屋 这个苦屋都坏掉了 还是一把劲 这三个一模一样 这下全部砸完了 我们看一下 收获了多少钱 1 2 3 4 5 一共中了65块钱 150买的 65 这下亏惨了 老板说 只赚不赔 我现在终于算是明白了 老板 才能只赚不赔 我亏了呀 哎 看来只有当老板 才能赚大钱啊 坑我呀 哎 又是上刀送给了一天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陆志炎 今天啊 陆志炎又从小卖铺里面 搞得到了 30颗 次科567的 大金蛋 这次的大金蛋 可比上次我们玩的 真的是大太多了 据说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开到 这么长的 磨刀钱人 5块钱一颗 30个 只要 150 5 雷总是老板娘 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只赚不赔 一听这话 我又知道了 老板娘肯定是 还没赚了 50块钱了 但是 为了我们的小粉丝 我还是卖了 亏了赚我的 赚了 赚大家的 只要大家给我 小星星点点赞 哇 咋 就你了 嗯 还挺硬 哇 这个声音 太像我小时候拿着灯泡 往墙上砸了 好震撼啊 你看看里面的钱 多了一块钱 哎 干嘛 扔了 扔了 插兜里 还有东西 哇 这是什么 刺客567里面的 大村 哎呀 这晃眼的腹肌 还拿着两杆枪 叮叮叮 还有东西 这是一个配件 就相当于木装嘛 平时锻炼的一些仪器 第二颗 哎呦 我的天啊 啥玩意啊 哎呀 这个有点亏啊 连钱都没有 这是谁啊 哇 我们大号的 567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什么刀啊 这难道是磨刀切让 一点都不像 这个人咱还稍微能看 刀 就算了吧 太劣质了 哦呦 这又是谁 磨的磨了呀 还是 刺客567 这把恶心的刀啊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了 太亏了 这亏我也太心疼了吧 这样 我的天 空的 算了算了 继续继续 这是谁 我的天呐 我们的汪主任 戴着樱桃小丸子的帽子 拿着一把大砍刀 好吧 这个小人仔才值几块钱呀 这么贵 亏得我的心脏都会跳出来 哎呀妈呀 567 拿着两个暗器 这什么表情 你个憨憨 这金蛋买的也太亏了吧 这是谁 小飞 那么大的蛋里面 就一个这 什么玩意儿啊 这次赚发了 3块钱 还有一个小人仔 斯特国王子 后面还有一些小道具 看到我的回本片了 这里面 只有钱 没有小人仔 两块钱 还不错 该这边了 这边我咋 觉得每次都很亏呢 拿暗器的刺客567 又是这个呆呆的表情 说好的磨刀枪呢 怎么还没砸出来 大家赶紧给我点点小信心 给我加加油 我 我的天 这是啥呀 目前为止 应该是猜到最贵的一个东西了吧 刺客567的令牌 哇 这太漂亮了吧 有这个我感觉啊 起码赚回来10块钱 冲进以后 我也是一名刺客了 建令牌 无建人 好嘞 这下有力量了 砸 哎哎哎哎哎哎 去哪呢 别别别跑 拿 拿 567 哎 呃 这谁 又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他应该就是梅花十三的姐姐 梅花十一 露了半个肩膀 美蜜天使 哎这个是谁 我的天 拿了两把白色的刀 而且还是白头发 用面具挡住了半眉脸 是兴奋吗 梅花十三的师傅 看起来又有点不太一样 头发太短了 哎呀 收入不错 两块钱 塞进去 哎 我的天 鸡大宝 做的还挺像 这边还有三个抱团的 啥呀 我的天呐 空啊 又是拿双刀的白发少年 哎呀嘛 空啊 雪魔 刺牙 瞧他的两只手 做的还挺像 后面还有一个道具 还挺好看 哎哟妈呀 五块钱 最大的了 哎呀 这一颗赚发了 一块钱才 哎 灰呀 哎哟 哎哟 原来五块钱都在这边啊 我感觉好运就要降临了 来 继续 哎呀 拿双刀的五六七 两把刀还不一样 都不是磨刀千人 哼 玩弓箭的 可乐吧 这应该 这个发型咋这么 臭呢 有点像四家磨泥呢 哦 这啥 啥啥啥啥 那怎么碎成三截了 奶泥 是不是被我给砸碎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磨刀千人 我的天呐 我以为是什么样的 原来就是急不拼出来的 太漏了吧 亏死我的 这两个算是里面最没值钱的了吧 一个令牌 一个磨刀千人 偷死了 还不如令牌好看 最后只剩下四个了 我也没什么希望了 这次是亏惨了 一百块钱没了 五六七的小人仔 他手上的这把磨刀千人 比其他的好看多了 这才是真正的磨刀千人啊 另外他还戴了一个头 表情还不一样 正反 都有 还有一个发型 这个小人仔还比较值 三块钱 这里还有一个 小人仔 汪峰 拿着一个破吉他 梅花十三 我们终于找到他了 梅花十三的刀 不过这个做的应该是白色嘛 好丑啊 暗器 暗器 哎 最后一个了 啊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是谁 没穿衣服 大马特发型 拿着一把刀 这是好像是一个潜艇 哦对了 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杰克船长 哎呀 原来是你啊 老铁啊 看一下这满目苍蝇的桌面 我们有多少钱 还有22块钱的现金 哎呀 亏惨了 这次